近日一名移英香港婦人 因為監務問題 和老公發生激烈爭吵 丈夫為躲避愈發激烈的爭執 走到樓上的房間暫避 但婦人其口卻手持十厘米長刀 進入房間 並刺向丈夫的下空部 婦人被當地法院起訴 最終被判緩刑12個月 當場釋放 丈夫表示他們一家原本相處融洽 直到移民之後 妻子因為生活壓力 才會有失控的舉動 事件亦都被網民轉發到討論區討論 有網民表示 移民到要出刀那麼辛苦 移民就遇到壓力大 但有網民就表示 關移民什麼事 很明顯是丈夫 怪移民是丈夫令他失控